老婆今天想吃什么 我去买菜 最近又想吃豆腐了 要不我们买点豆腐吃吧 还没什么工具都有 还需要买豆腐吗 要不这样 我给你做个清爽版的蒸豆腐 他给你做个地道的鸡公宝 老公你真棒 有什么要准备的吗 准备吃就行了 短了鸡肉 我们准备清洗一下 来点盐 加点面粉 再加点白酒 少加一点点水 面粉的吸附力比较强 加面粉可以更好地把鸡肉上面的杂质去除得更干净 捞起来 多冲个几遍 把鸡肉的水分挤干一点 我们加点酱料 给它腌制一下 趁鸡肉还在腌制 我们先准备做豆腐 倒入黄豆 把打好的豆子过滤一下 把豆渣给它过滤出来 把口子捏紧以后 把豆汁给它解出来 开火 这个火边稍要一边搅动哦 忽然会糊底的哦 煮开后关火 冷个五分钟 我们把上面的泡泡打掉之后 准备用乳水开始点豆腐 慢慢放下去 开始把没成型的豆腐 装到模具里面 豆腐想要做得嫩一点 就不要要得太紧了 现在我们做点肉末 准备蒸豆腐了 起锅烧油炒肉末了 倒入肉末 甜面酱 生抽来一点 豆腐也压得差不多了 我们吃开看效果怎么样 这个蒸汽锅 我们家一直都是用它来做汤的 老婆孩子可喜欢喝了 今天我们就用它来做个汽锅豆腐 尝试一下这个新菜品怎么样 这底层铺一点娃娃菜 再把做好的豆腐放上去 再把肉末放上去 肉末放好了 盖上锅盖 选择气锅模式 15分钟 沸腾的水蒸气 滴到食材 凝结成鲜美的汤汁 吸收了汤汁之后 做出来的豆腐更清爽 而且还不会油腻 气锅豆腐做好了 扫上小葱花 气锅豆腐做好了 我们开始做重庆鸡菊宝 做鸡菊宝 我们选择用筷子模式 再加点水 再放点火锅底料 盖上锅盖 成熟的时候 我们来准备鸡菊宝的配菜 再来吃点辣椒 好 鸡肉冻好了 放入豆腐皮 再放入蒜苗 再放一块方便面 老婆 开饭了 哇 老公 今天做的菜看着就不错 肯定很好吃 是吧 帮你今天可以多吃一点 好 来 老婆 来 吃块鸡肉 好的 老公 你也给你吃 好 来 欣妍 爸爸做的豆腐 快点吃一个 爸爸做的豆腐好不好吃 好吃 多吃一点 老公 你这鸡肉吃起来好嫩 吃完了也可以多吃点 来 再来尝尝这个切锅豆腐 很好吃的 吃起来很清爽的 好